当地时间11月5日下午,梅根·马克尔出现在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演唱会的观众席上,穿着亮片无袖裙的他,很是投入地欣赏了舞台上的表演。 梅根所观看的是《谁国杰·凯蒂·佩里的演唱会》,也是这位舞台形象格外别致的歌手,在拉斯维加斯的最后一场助场秀了。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现年39岁的《谁国杰》自从前年12月开始,就成为了世界娱乐之都的助场嘉宾,演出近百场,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被认为可达到数亿美元。 从现场的画面看,梅根看演出时还是相当投入的,而《哈里王子》则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 之前现年39岁的《红发王子》去看过《碧昂斯》的演唱会,同样是如此表情,甚至还在爱妻随歌声舞动时翻看手机,仿佛实在是无法能引起他的共鸣。 因为是《谁国杰》的最后一场表演,所以当天的确来了不少的名人,包括另一位北美知名女歌手席林·迪翁,这位受到将人症,困扰的半白女士,似乎近来身体状况还好,已经多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了。 可以看到,哈里梅根站在了席林·迪翁的附近,但是否有交流,外界尚不可知。 据报道称,梅根·哈里是搭乘私人飞机从洛杉矶飞到拉斯维加斯的,不过并非是他们的专机,而是和他人一起乘坐的。 下飞机后,梅根并没有和哈里走在一起,或许是想要坐到互部抢劲的。 梅根所乘坐的私人飞机中,还有包括卡梅隆、迪亚兹、佐伊、索尔达纳在内的好莱坞名人,他们也都是圣巴巴拉地区的居民。 为此有分析认为,梅根跟这些人平时并无交集,这可能是演出公司安排的,让他们凑成一组,这样也相对节省了旅行费用。 尽管离开英国王室搬回美国的梅根,总会以民运自居,但多少有些狐假虎味的感觉,或许这也是他走到哪都要带上哈里的原因,哪怕王子对那些流行歌手的演出并没有什么兴趣。 而就在两个人现身拉斯维加斯之际,知名杂志名利场的前编辑格雷登,卡特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一句多少令人有些惊讶的预言。 这位现年74岁的加拿大人声称,他相信梅根哈里的婚姻将会再维持几年,而不是几十年。 见过太多社交场风云的格雷登毫不客气地指出,梅根不过是为了金钱,银声和头衔才围着可怜的哈里转悠,而现在他对他的用处在日益减少。 另外,格雷登还表示说,不认为梅根会重返演艺圈,但如果有一部蒙特西托的真正家庭主妇,需要他的话,或许会成功。 事实上,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畅栓梅根哈里婚姻的声音就层出不穷的出现,虽然脱离王室的夫妇俩一次又一次地用秀恩爱来证明他们的关系坚不可摧,但似乎那些声音的出现也是空穴来风的,毕竟梅根的为人是众所周知的,或许哈里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也应该有所体会了,但估计为了孩子,或是面子,他是不会轻易走上离婚这条路的。 此外,据静网报道称,梅根被一位真人秀节目制片人挑中,认为他非常适合出演真人秀节目《真正的主妇》。 梅根曾依皇室身份被侵占隐私等理由,在2020年退出王室后与丈夫哈里王子移居美国,现在他却作为真正的主妇剧组成员得到热度。 美国著名制作人安迪·科恩承认,自从得知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他便非常期待梅根能够出演自己计划中的一档真人秀节目。 安迪·科恩出席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BravoCon年度聚会,该聚会旨在庆祝Bravo的最佳节目,包括范德普法则、甲板下和真人秀真正的主妇。 科恩毫不掩饰自己对梅根的喜爱,他承认梅根就是他的最佳人选,并回答道如果我们能有幸请到梅根出演真人秀,那就有意思了。 由于梅根和哈里王子夫妇二人在美国的住所,本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最豪华的地区。 梅根和哈里王子的家就处在加州有名的妇人区蒙特西托,该地区是贝福利山庄的主妇,和菊郡的主妇,等多部豪门电视剧的拍摄地,也是网红地。 仅凭梅根自带的话题性,他就可以成为任何一档节目的理想人选。 虽然梅根因出演热门美剧金装律师而成名,但他此前从未参加过真人秀节目。 与此同时,人们看到哈里和梅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阿奇王子和莉莉贝特公主,在他们的加利福尼亚社区庆祝今年的万圣节。 他们一家四口在蒙特西托与许多其他年轻家庭一起外出玩耍,节日过得十分开心,不给糖就捣蛋。 阿奇牵着爸爸的手,另一只手拿着南瓜来,准备收集糖果。 小王子似乎打扮成了一个窟窿,与此同时,梅根抱着身着粉色甜美服装的女儿。 虽然两个孩子穿着盛装,但42岁的马克尔和39岁的哈里似乎并没有盛装。 红发王室成员和马克尔都穿着牛仔裤,T恤衫,运动鞋和帽子。 这对夫妇是庆祝万圣节的忠实粉丝,早在2016年他们刚刚开始约会时, 马克尔就与哈里的一些王室成员聚集在一起过节,并因此而聪明。 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人们看到他们和邻居们一起在路上散步, 现在有消息称,尽管这户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家庭此前曾要求保护隐私, 但他们希望正常的家庭生活能被摄像机拍下来。 Perks公关公司的公关策略师兼导师劳拉·佩克斯透露了他对万圣节之夜甜蜜家庭展示的看法。 劳拉向我们提供了他的专业分析,带Archie和Lilib去导弹, 也许是他们想创造一个家庭传统, 以显示他们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在做普通的事情, 但在我看来,这就像是变相的公关噱头, 这是他们想要塑造的形象。 他们现任英国王室成员,只是为了有更多的自由, 远离媒体的监视, 但他们却希望自己的正常家庭生活被摄像师拍下来, 这无疑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正面宣传。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11月6日, 哈里王子拒绝出席父亲查尔斯国王举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75岁生日派对。 这场庆祝活动将于11月7日开始在伦敦克拉伦斯宫举行, 以纪念这一重要的里程碑。 虽然国王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们都准备参加这场庆祝活动, 但有消息称,其中哈里王子无法出席。 据知情人士透露, 尽管苏塞克斯公爵收到了参加晚宴的邀请, 但他将缺席11月14日的晚会。 这次缺席与五年前国王70岁生日时的盛况形成了先宁对比。 当时, 哈里梅更累了共度时光, 选择推迟了他们的蜜月行程, 参加了父亲的花园派对。 这次是哈里王子第二次错过与父亲共度时光的机会。 2023年9月, 哈里王子拒绝了国王邀请他前往巴尔莫勒尔堡参加伊丽莎白女王事事一周年纪念日的邀请。 知情人士称, 哈里和查尔斯国王之间的关系仍然冷淡, 他们几乎没有交流。 据说, 这种缺乏联系是因为查尔斯对儿子在回忆录备用中对卡米拉王后的描述感到失望。 自从他和梅根, 马克尔决定辞去王室成员职务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以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不安。 他们对白金汉宫的待遇提出了各种指责, 包括在奥普拉采访中公开曝光一些内情, 以及哈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披露的一些秘密。 内部人士出货席, 苏塞克斯公爵以及他的父亲和兄弟威廉王子之间, 似乎没有进行过个人祝福的交流。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国王查尔斯与哈里王子之间的沟通依然十分有限, 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消息人士表示, 这可能是因为查尔斯国王常常忙于公务, 更倾向于使用电话或信件与人交流, 而不是社交媒体。 然而, 还有人提出了另一个原因, 即查尔斯国王可能对哈里在自己的回忆录被用中对卡米拉王后的描述感到失望和沮丧。 哈里王子在书中称其继母为危险和恶贵, 甚至指责他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丑陋的形象。 他写道, 对于我来说, 与继母相处的感觉非常复杂, 我觉得他最近在他个人的公关祭坛上背叛了我。 此外, 哈里还指责了查尔斯和卡米拉虚构关于威廉及其家人的故事, 并表示一旦给予他们一丝机会, 他们就会趁机大作文章。 最新消息发布之际, 哈里王子和梅根的非官方代言人奥米德, 思考比在他的新书宣传材料中对王室发起了惊人的打击, 称威廉王子渴望权力, 而查尔斯国王不受欢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